尊敬的战友们好 这个关于这个明镜陈军和我的事情 我们的开始到现在 大家要看清 希望大家能看清楚一个本质 我和他认识之前完全不了解这个人 和他认识之后和明镜谈合作 和感激明镜和继续在明镜爆料 然后这个陈军先生代表明镜 谈合作 那么完全授权代表谈合作出方案 谈价格谈方式 那么我当时在明镜啊 做的每一期节目之前 可以说和平先生知道 我都是在家人和员工们受到巨大的威胁 甚至有失去生命的危险 当然很多人因此失去了自由 大家也都知道 在那种情况下 我都坚持了每一集做的视频 每一集的直播爆料 这也是和平先生每一次鼓励的结果 那么我是永远感恩明镜和和平先生的 但是这个感恩呢 它是个情绪化表达 它并不是真理 如果对方把感恩当成了真的自己的资本 当成了真理 那就是错误了 这个感恩不能代表真相 也不能代表公平 他感恩更不能当钱花 当这个陈军先生我从来没惹过他 他突然间翻脸 然后呢到处和袁建斌到华盛顿游说杀害我 并且要我和我成立个两千万的基金 然后以被什么博被遣返之虚 这形式敲诈之实 然后呢我通过了各个朋友知道了 他和吴曾联合在一起 而且和袁建斌到处造谣 我什么话我都没有说 我连跟和平先生连一句都没有提过 后来由盲牛子先生爆料 才引发了我说几句 最后导致这个事情 陈军最想的就是让我和明镜开战 让和平开战 这是他真正的险恶用心 从中渔翁得利 同时拥有明镜的股权 又是在吴曾那拿到了盗国贼的经费 然后呢还伤害郭文贵 还在文贵人弄个几千万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说真话难道不对吗 我们就因为说了感恩 就不允许去对比我的威胁 我做一点采取的保护行动吗 就这都不行 因为你感恩了 你感恩了你就得闭嘴 你永远要感恩 我杀了你你也得感恩 这叫什么 这叫道德绑架 这叫什么 这是强奸道德 任何人要在这个问题上 如果还想讨论的话 那你就不配做人了 看一看博讯过去 从2014年到现在报道 文贵所有的料 都是假的 没有人来去谈了 看看盗国贼录的我三邪视频 看看盗国贼 让那么多人出来电视 包括贾冠军刘成杰孙瑶的视频 和我的真的信息比对 我一次次爆料的真实信息 没人对比 没人管了 很多人就是为了销售 让我这个爆料人 不给我一分钱 也不给我一分利益 甚至连个感激都没有 让我要去感恩他 我因为爆料差点把全家生命 我全部资产都在 现在人家在监狱里面 我天天面对生死威胁 我要感恩他 让全世界做媒体的人 去想一想 他们觉得这简直是本末倒置 任何一个西方人 要接受爆料的或爆什么的 都是有报酬的 更不要说他绝对感恩 现在我反过来天天说感恩 我是佛家的心理 对一切感恩 结果我的感恩成了 我永远不能再推翻的 盖着我头上一座大山 就是别人杀了我 我也不能说 因为我感恩了 这就是今天没有信仰的人 没有宗教的人 做出来的一个最上司 人性的一个 一个对衡量我的一个标准的办法 这是灾难 任何有良知的人看看 我和刘延平的对话 再看看我和孙力军的对话 郭文贵是好人是坏人 到今天没有一个人能证明郭文贵是有罪的 也没有一个人能证明郭文贵 起码的判断力都没有 很简单 如果在大街上在中国一帮警察 安全部的人他们太会玩这个了 法轮功 西藏不都这么玩的吗 反对组织一举牌子 我是袁国会的 然后棒 引个炸弹 真假暴都不一定 哇一个录像 郭文贵袁国会引爆炸弹 炸死了几个人 在家里边什么管也自杀了 什么什么燃气管 我就成了这个真正的就是刑事犯了 这招大家 我天天看着他们这搞啊 中国这报国贼天天搞这事啊 他可能在去找任何人去 我们要的是不是政权 我们要的是人权 要的是尊严 要的是公平 我们要的是法治 自由民主 我们只要人家不想推翻政权 人家是用一个绑架了个政权 对付我们设计我们 我们不能上当 我郭文贵不怕 但我不希望任何一个有良知的人 冲动被人家利用 甚至连冲动的机会都没有 今天和平的先生 我看到发了推了 在上面开着说精子的事情了 尽管说和平先生 你尽管把郭文贵所有做的事情 做个好好的一个对比 咱等到你说完了 让子弹飞一会儿 这个接下来 我再给你们两到三周的时间 让大家都看明白 尽情的表演 郭文贵就一个原则 我只求善恶之分 这件事谁是善谁是恶 和第二个真假之分 谁真真假 其他我一概不在乎 我根本不在 我什么烦我了 加一堆 就那些人现在烦我了 加一堆 你在我生命中间 一千一分之一都不占 我考虑都不考虑你 我上厕所之前我都不想你们 还什么伪类了 什么什么这运那运的了 根本不配不值得我考虑 包括什么起诉 接下来一系列的行动 你们看看 都在我生命中每天的时间 你只能占一会儿 我顺便就休息的时候 跟你说说说 我很现实的 我得做生意 我得赚钱 我得做有事业 我打敌盗国贼 是我一切的核心目标 你们这些人 都是我顺便楼草打兔子 我不愿意惹任何人 你也不配我惹 但是你要想 想往上臭一臭 你试试 我只求善恶之分 真假之分 什么我都不在乎 什么人我也不在乎 谁要是来这事碰一碰 试一试 让所有的战友们 沉默的这战友们 这十几亿人民 甚至更多人看到 谁真谁假 谁善谁恶 只要任何的行为 是有私心 有私权之心 私利 有私明之心 老天一定不会帮你 一定会灭你 只是哪种方式 只是早晚的问题 郭文贵所做的事情 就是有利于中美关系 世界和平 和中国十四亿人民的法治自由和民主 和发生的事情的善恶之分 真假之分 其他都不重要 我不希望任何人 我不希望任何人以原国会的名誉 去被人家上当 然后不负责任对家人 对自己 做出任何冲准 我坚决 我再次重申 我对吴建民先生 黎平先生很尊重 他们是真民运人士 但是他的五一共振 我不支持 不反对 但坚决反对 以原国会人参与 后果自负 这个关于和陈军先生的事情等等 很快大家都会看到 既然已经开始了 我们就不要随便结束 等到有一个真实的结果再说 好好给你的吴曾老板 好好勾兑勾兑 给你那些背后的人勾兑勾兑 看你在海外三十多年所谓的力量 你过去 你骗的朋友 胡明 你怎么哪来的钱 卖表赔钱 开租租车都赔钱 从没算过钱 哪来的钱 不是把朋友 让人在大陆给抓起来了吗 胡明待在监狱里 人家叫你带吃的钱 你给侵吞了 然后你开了餐馆 然后现在你又开始 跟明镜又搞这一套东西 你过去的历史是你最好的证明 任何人都无法提翻自己的历史 就像和平家里的多维 就像今天的明镜 你想回去历史改变不可能 任何人试图篡改历史 篡改真相的人 都将被上天所惩罚 被法律所惩罚 谁都躲不过去 我还得继续开会 暂说到这儿 一切都是刚刚开始 谢谢